每天早上固定时间 端看手机上的股市 是上班组合风每天必做的事 ETF就是我要配息的部分 领袭的部分我会一部分 然后再一个部分是 稍微有一点点风险的台湾的股票 比方说比较热的一些科技股 它可能比较跟着时事走 然后在美债的部分的话 我就会看状况 美国7月以来就业明显降温 经济数据不佳 连准会9月降息的预期也提高 激励美国10年公债殖利率大幅下滑 投资人的选择也可能被左右 当台股的股灾发生的时候 资金就会涌到美债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常常发生的现象 我觉得这是有点像是分散风情的方式 当你的投资的选择除了台股之外 我觉得美债的选择 或者像台股的ETF都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以前有买过美债 但我后来把它卖掉是因为 一方面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觉得 如果我要比较保守的部分 我还是会选择台湾的ETF 因为它也是非常的稳健 而且加上就是它很 对同志来讲的话它很热 大家会一直注重在战争这件事情 主要是这一点 包含去年开始 股市已经涨到很高了 都一直在破历史新高 美股也好 我们台股也好 因为一直在破历史新高 因为太多专家认为股票要低 然后在传统的投资学上面 叫做股债是悄悄吧 他们认为股票要大跌的状况下 债券应该就会上涨 毕竟投资本就是一种风险 尤其当美国经济稍稍下滑 降息的风声又不曾停歇 势必影响投资人的心理预期 那你收入变少 你的消费一定会下降 那消费下降很简单 上市公司这些企业的营收 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为什么当时这个就业数据 似乎有一些疲落的时候 大家会紧张 就是担心说 它后面所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从没有钱到不愿意花钱 这件事情 如果经济已经走落 那当然这一次这个八月份的央行年会当中 鲍尔也有谈到 他说其实通膨已经有很明显的降温了 确实是可以降息了 当然他更担心的是经济的一个下滑 可是目前看起来软着陆的可能性很高 联总会主席鲍尔认为 实现经济软着陆目标 就该放松货币政策 表示降息时机已经到来 也让投资人期待债券的发展性 有分美国政府债券 我们叫公债 或是投资等级债券 或非投资等级债券 其实不管是以上三者哪一种 其实降息都是有利的 未来各位要比较谨慎去注意的是说 如果这个经济 确实有比较大的衰退的可能性的话 那降息的速度会变快 那当然对债券是更好不是吗 是的 但是非投等债就会受到影响 而根据外媒统计 2024年以来至8月23日 非投等债纷纷上涨 涨幅落在2.4%到7.5% 科技债指数表现持续胜出 科技在它的涨幅一定会高一般债 就好像我们讲的高收益债券 那我们俗称就所谓垃圾债券 那它的这个涨的速度 就会比可能去买美国政府工债 或是投资等级债来的涨的速度快 因为它是背投资等级的 在买的当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波动比较大 它的风险比较大 这些公司比较有可能会倒闭 但是我还敢去投资它 代表我运行承担那个风险 不过非投资型债券标的也很多 投资人想要分散风险 首要必须考量手上能分配的资金 以及能承担的风险有多少 TVBS新闻和这样些单词 特别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